大家好,今天分享一款糯米豆沙饼,软糯香甜,全家爱吃,一起来做吧 先在盆中加入300克糯米粉,加入50克面粉,10克白糖,搅拌均匀 加入240毫升开水,搅拌成絮状 搅匀以后加入10克猪油 收成光滑的面团 收好以后,盖上盖子,放一旁备用 面垫上多撒一层干面粉,防粘 挤上适量豆沙 豆沙表面也撒一层干面粉,整理成长条 分成8等分 手上撒一些干面粉,将豆沙团成小圆球,备用 硅胶垫上撒一层糯米粉,防粘 取出糯米团,把它重新揉一下,揉光滑 收好后,搓成长条 分成同等大小的8个面积 取一个面积,先用手段紧实 再把它拖光滑 拖好后,用拇指在中间按一个窝 中间放入豆沙球,用虎口收拢法包起来 收口处捏紧,再用手按压平整 再裹上一层白芝麻 用手按压一下,让芝麻固定 先用手按压成饼状 再用擀面杖擀薄 翻过来也擀一下,这样两侧面皮薄厚均匀 变饼趁预热,刷一层油 油温高一点,放入饼皮 盖上盖子,大火烙饼 烙至底部金黄,翻个面 烙的过程中,请转动两次,使它受热均匀 烙至另一面金黄,再次翻面 烙至两面金黄并鼓起,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糯米豆沙饼就制作完成了 看一下这个小饼,刚烙出来是外酥里糯 稍微放置一会,就会变得特别柔软 做起来也非常简单,没有任何技巧难度 软糯香甜,大人孩子都爱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见 感谢您的观看